中国和印度 我们互为重要邻国 又都是重要的新型市场国家 那么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 它肯定是符合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而且我们认为也是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的 那么当今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方是愿意同印方进一步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共同地维护好我们共同的利益 特别是共同维护好发展了国家的整体利益 今天上午中美双方举行了副部级的通话 确认美国贸易副代表格里什将于1月7日至8日 率领美方工作组访华与中方工作组 就落实中美元首阿克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讨论 中国是法治国家 中国依法维护在华外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至于你提到的点了名字的这两个人 我们在这已经多次说过 这两个加拿大公民是因为涉嫌从事了违反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而被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 中方一向主张国际社会有关各方 应当完整准确的解读 安理会第231号决议 那么这个呢 是有助于维护国际核破产体系 维护中东的和平与稳定 在当前形势下 我们希望所有相关各方都能够从大局出发 维护和执行好伊核问题的全面协议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通过对华协商解决各方关切 可能关切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 中方始终欢迎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外国公民来华 并且呢依法保障他们在华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包括出入境自由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在华的外国公民 要尊重遵守中国的法律 在这儿呢我想指出 对极少数涉嫌在华违法犯罪的外国公民 中国办案机关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处理 并依法保障他们的各项合法权益 美方发布的这个旅行提示 坦率地讲是经不起推敲的 2018年1月至11月 美国来华人员达到了230万人次 每万人中就有70人来华 这个呢远高于中方前往美国的人员比例 那么中方中国安全不安全 这个数字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相反呢近年来美方以各种理由借口 对中国公民入境美国设置障碍 无端进行检查 这个呢是美方应该重视和纠正的问题 我们还是希望美方能够多做一些 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交往 和互信的事情 而不是相反 我们还要注意 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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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走